大家好,港股又很神勇 昨天抽了316點上去 又再見到29500點 上星期也試過,但沒那麼高 基本上又好像一浪高一浪 成交又不算很突出,16億左右 所以市底是不是很強呢? 有斟酌的餘地 這幾天的升勢 上星期就靠舊經濟股主要 尤其是匯豐,上到52元 但是匯豐一腳軟,這麼巧 新經濟股又接下來了 我經常都說 港股真的要指數有突破 真的要靠新經濟股 但這次估不到 以往新經濟股都是說騰訊 阿里巴巴這一類 這次真是美團 他出完業績之後 雖然我認為業績真的虧損 而且還要虧損的話 真是認真麻麻 但大行收貨,北水收貨 所以股價抽就抽上去 連帶著其他新經濟股 看到美團這樣升法 也會繼續升 Bilibili Bilibili 甚至乎是差不多穿了位 去到200元以下的快手 都抽到回頭 所以你說後市會怎樣看呢 我覺得6月快上快落 因為北水又開始離開了 北水買的時候當然是興奮 但是沽的時候也沽得很凶狠 這方面小心點 所以6月和5月一樣 即是可以不用那麼吃花生 不用那麼觀望 但是可以進入駐馬的話 都是小駐為主 繼續駁一下新經濟股 走多一陣 舊經濟股的話 我寧願選一隻中移動 因為中移動上一陣 沒什麼升過 今陣也未到他 如果你說新經濟開始掉頭走 要點紙冰冰 點舊經濟要夾上去的話 我比較傾向選一隻中移動 再進入駐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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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早再進入駐馬上 再進入駐馬上 之後再進入駐馬上 快撞到 connais